這個巨人呢是拿圖騰的 那另外一個是冰劍 是哈哈哈長得好奇怪 哦冰劍好 乖哦 哇 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試玩一個新遊戲叫 necro smith 這個叫死靈鐵匠 我這兩個非常不相關的 算職業吧居然合在一起呢 什麼樣的遊戲呢 我現在來試玩看看哦 右邊這個就是我們死靈鐵匠的本人了 那這邊呢要用各種屍體 然後把他打造拼湊出一個戰士 來為我們戰鬥 就是他的死靈鐵匠 兩個這種職業的組合感 那這遊戲呢 一開始有很多設備 其實都沒有解鎖的 我這邊已經稍微試玩過了一下 那這個初期呢會比較困難 因為他就是你要慢慢解鎖 然後後來才會越來越強的 那一開始最推薦是升級這個貓床 他可以幫你收集資源 哦這個蠻好用的哦 一開始只要100塊很便宜 先升級再說 再來就是這個煉金術的實驗室 可以產生各種身體部位 因為這身體部位就是我們的戰鬥力 就是我們的 呃靈魂 就是我們的魔力哦 所以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世界上去呢 可以得到更好的東西 我這個錢 花的很快 有一種的錢 並不是這麼好賺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2000塊 哦這邊有一個傳送點哦 這可以試一下 這我們之前沒有拿到的新能力 那再還有酸物生成器 這是攻擊性的魔法 有時候我們可以靠魔法來解決敵人 那我們先進入遊戲囉 死靈鐵匠 我們的遊戲一開始呢 哦他隨時可以暫停 所以啊 大家不熟悉的話 可以暫停來慢慢看一下 那一開始會有新手教學 那主要呢 就是左邊這五芒星有一個合成證 我們把各種的 屍體的部件然後裝備上去 對他這個是四分五裂的 需要兩隻腳兩隻手 一個身體跟一個頭 那這樣子就可以復活一個骷髏了 好這樣就出現了沒有一個士兵 然後一開始可以讓你召喚兩隻 那他拿的武器呢 有魔杖啊有劍啊有盾牌 這個正手副手都沒差 啊他兩手都通用 ok 那我們這邊可以釋放 他就出來了有沒有 那接下來右上角的是我們各種的法術 我們可以先叫貓咪去幫我們蒐集資源 然後我們遊戲繼續 啊特別地方是 我們可以控制這個骷髏哦 但是我們只能控制一隻 啊這邊可以自由操控 那這遊戲呢 會有敵人來打我們的城鎮 那我們要想辦法 啊去旁邊收集資源啦 然後升級我們的骷髏啊 然後避免我們的城鎮被摧毀 啊今天我們趕快去 啊找一些特殊的設施來佔領 那有佔領的話就可以獲得金錢 那可以發現這邊 有敵人來進攻了 我們的骷髏在自動攻擊了 那這個 ai 算是蠻笨的 對我覺得他 ai 控制不是很聰明 所以通常戰鬥後期的話 你要手動會比較好 但前期沒差前期比較簡單一點 啊今天我們就趕快去佔領這個東西 啊這個是聖壇會產生一些法力 那這個法力呢 就是我們召喚骷髏需要消耗的 那這邊武器還蠻多樣性的 也有弓箭啦 那甚至有法術書 這邊來組另外一個骷髏 來了 這有弓跟魔法的來控制他 好然後有兵 兵劍 那馬上去佔領一下 啊這邊正在打敵人的巢穴 這要趕快清掉 不然他會一直生怪 這會越來越危險 我這邊來把這個骷髏叫來幫忙 那我們的設施有升級之後呢 哦這邊可以得到 蜥蜴人的身體 我這算是比較高級的 因為這個血很多 我們一開始的骷髏血才 可能身體只有30滴 這個身體有250滴 所以這個其實有強度的差別 最初呢是骷髏 然後再來是殭屍 然後還有 獸人殭屍 跟獸人有肉體的那種感覺 然後後面有很多不同的物種 很多不同的死靈生物哦 那我們每過一天呢 哦會得到一些部件 在這邊呢其實有一些特殊的組合 如果你的組合部件呢 都是同一種類型 哦像是都是骷髏 那或是他骷髏之外呢 還有分有穿護甲 或是沒有穿護甲的 這個要一樣 就全套都是護甲 或是全套都沒有護甲 然後可以做一個搭配 他會比原本僵屍還更強 那技術的配方呢 他會記錄在這邊哦超多的 那他還有各種的 有點變種的混搭種也有 非常多的組合就是 平常在玩的時候可以吹吹看 那這邊 我們現在幫忙這裡 我們先去用這個法塞拆槽穴 哦解決了 清空槽穴之後呢 可以在裡面找到圖紙 那這會增加我們能力 這增加亡靈的視野 視野就是我們開地圖 這個黑霧會比較大 那可以看的比較遠 好只是我的城呢哎 要被攻擊了 這時候呢我可能想辦法先再招一隻來 結果就先隨便拼湊出一隻骷髏 那這邊可以看到他的血量啊 護甲值啊移動速度 還有他的視野的能力有四個數值 那右邊有劍的傷害 還有盾的傷害 哎對他盾也有傷害哦 我們來釋放 他應該守得住吧 可以嗎啊我的城會被攻擊 然後打敗地人會有錢啦有魔力 那這個錢呢就是 哦一開始那邊才可以使用 在遊戲中不太會花到錢 然後我這邊到處 哎等一下哦 我這個要下去撿一下這個 佔領這個 這個呢是地穴啊 他會產生一些額外的部件啊 所以這是佔領越多越好 哇這裡看起來又敵人了 這裡又有地穴了 這邊巢穴呢會隨著時間慢慢的增加 所以這邊越快清掉越好 那我看一下哇 我的城鎮被攻擊了 我的骷髏又到處亂跑了 那我這邊似乎可以來做一隻蜥蜴人嘍 我們來看一下 蜥蜴人看起來有點強 那有一個拿長矛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拿炸彈的 哦這個組合魔力需要142 我越高級的消耗越多 那不要的生理部件呢也可以賣掉 這可以把它燒掉換成靈魂 啊好像有點不夠 壞魔力的話 好像不夠呢 我們這可要把所有的部件全部賣掉了 因為這個蜥蜴人強度真的是高太多了 一隻大概可以抵五六隻骷髏那麼多 哎魔力夠嗎 我賣成這樣了 哎剛好夠了 剩下蜥蜴的部件 復活 蜥蜴叛軍 啊這就是蜥蜴 然後沒有穿盔甲組合 我會額外加恢復能力啦 還有冷卻的速度 來嘍這一隻有點猛咯 來看一下我們的蜥蜴人怎麼樣 去吧哇長矛 長矛 這個長矛跟炸彈 他炸彈長什麼樣子 哦一動速度很快耶 啊忘記叫貓咪了 好我這邊呢要往上 我去清一下潮汐好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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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一動速度真快 不怪是強力的角色 哎因為他的防律比較高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他不會被敵人打到 就是呃盔甲值比較高 不太會受傷 然後我們的回血能力也好多哦 我丟炸彈 看我每秒可以 也不算每秒 不知道幾秒回一次 可以回到28滴血哦好強 炸彈瞬間炸死 增加再生能力 ok 好的哪裡還有 還有什麼巢穴嗎右下角 下面也有 我這邊可能要回去 這邊呢 呃先把內圈灌網 他這個地圖就是中間一圈 然後再是綠色的一圈 在外面還有一個沙漠的一圈這樣子 那我來救場了 哇我們的 那些骷髏是不是有點太弱 哦 吸人塞太強了 哎這個強度很誇張哎 我們其實沒有特殊組合 隨便蓋也很強 啊骷髏剩下兩隻了 來 哇 全部炸爛 好可以可以 快速清空 哇所以這遊戲 有升級跟沒升級差很多哎 我們現在 呃前期有這個根本就無敵啦 這給無敵很久的時間哎 那我們等一下 下面那個把它拆的 哦又有了 有沒有辦法組合呢 好像沒有哎 少一個吸人帶盔甲的頭 那我們這些 有一些獸人的身體出現了 應該是我們巢穴猜的比較多 所以這邊 各種的零件部件 呃也會有比較升級的一些 組合可以使用了 亡靈護甲 好這個呢是會升級的哦 我們要花這個石頭的資源來升級 這兩種都是加亡靈的護甲 那這邊加再升 加視野 不然我們先升級這個好了 好就這樣升級了 那我骷髏生一隻咧 哇 那比較麻煩是這骷髏你不能去 指派他去守城 就是他沒有那種 呃即時戰略的要素在 就是你不能叫他 他就是在某個地方巡邏之類的 他就自己會亂跑 是他有點小麻煩的地方 我現在往往捲捲就靠這隻蜥蜴人了 啊 要不要再蓋一隻呢 我看一下哦 哎我們應該可以再蓋一隻哦 普通的蜥蜴人 呃身體在這邊 然後兩隻普通的腳 再來是圓盤跟炸彈 來 啊 這個應該也算是我們之前的蜥蜴人組合 應該也有加強一些能力 施放 哦哦哦他這個圓盤 會這樣旋轉 哇哦 好像很厲害哎 吼吼 哎呦往前旋轉 好啊好啊來哦 就是拉自己亂跑了 我們先往上奇怪 吧吧吧吧哇 一次大片 好我們這隻蜥蜴人還是會被打到會受傷哎 這個反應率好像沒這麼高 哦因為他沒有護甲 那我們去上面 來 所以我們這隻就是恢復能力比較強 血量也比較多所以不擔心 然後這裡 往上 那這個望遠鏡呢 是可以解除周圍的這個戰爭迷霧 就是可以看的比較遠嗎 那我們來猜 這個是比較強的巢穴 血量有1500 比較高級哦 來把他清一清 這一波清掉這個敵人比較強哦 來來來清掉清掉 ok 再來 這個來看一下能猜多快 現在的炸彈 我那個炸彈會燒 200滴哎 一顆炸彈可以炸200滴 好那這個巢穴也解決了 獸人屠宰場增加獸人的成長 那這個就有限定一個種族了 那我來看一下敵人都清掉了 對那我們的另外一隻獸人哦 跑到右邊去了 我們可以順便看一下右邊有什麼 這裡應該也會有一個巢穴站 那我們暫時換人來操控 那這巢穴的位置是有點隨機的 然後每次玩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有一點點 rug like 的要素在 那 哎這裡 這個就是石頭之源 然後這個就是身體的部件 啊這邊有巢穴敵人來了 你就可以看敵人的那個範圍 好啊我們這邊先打 圓盤 哇這個都是大範圍的 哈哈 直接刷過去哇哦好強 好強哦 真誇張我以前玩的很辛苦 第一次玩的話 呃一下就被打爛了 那個程度差太多了 但就是需要點時間啊 去解鎖一些能力 好的 把這給拆了 炸彈實在太好用了 直接站在這邊好了 我看一下我們的 光靠吸引人就夠了吧 這邊還有一個陰森女妖 這也是新的種族 那他這邊就是獸人之後呢 就是女妖 之後還有一些吸血鬼 這邊加亡靈傷害的 ok 所以亡靈傷害我們來升級看看 增傷 升級 那對大家都有效嗎 嗯好像也沒有哎 他這護甲有血護甲 但我們的傷害 到底有沒有增加呢 我這個到底算不算亡靈呢 來打個敵人看看 看一下我們他有沒有加就知道了 那現在已經 打到沒有敵人了 我們的速度太快了 哎這邊 這個紅色範圍呢是 會讓你的死靈不受控制的 所以暫時先別去 那哦這邊外面還有一圈 也是草地圈 哇這邊會更加的危險 有一些人類的比較大的城市吧 我這邊撿到這個 這是女妖的身體 所以越外圈的東西這樣越好囉 那目前都沒有敵人在 所以我如果 這個月等直接來到後面 好像 也沒東西可以拆的樣子哎 你看這邊有道具啊有了 這裡有巢穴了哦好遠 哎傷害好像有加哎變成30幾了 哎有加有加有加2 所以那個亡靈代表應該是所有的 物種都有包含哦 那還不錯 那我看他能不能再蓋一個組合哇 五千滴大本營 我們應該是太早來到這種地方了 平常應該還不需要打到這個 但我覺得我們西人應該是可以 就在這邊猜一下 那我們還有沒有什麼組合可以叫呢 啊應該有啊這邊有這個 啊獸人骷髏頭的組合 然後是穿盔甲的 那配上這個腿 這邊還有斧頭啊或是藍牙棒 藍牙棒的傷害還不錯哦 我們可以一個藍牙棒 或是搭配一個斧頭 啊就可以雙手都拿藍牙棒 這也是一個特殊組合 這個也蠻好用的 我們現在召喚 好那我看一下我的組成應該 沒什麼事吧 我現在已經跑太遠了 我們組成很好 沒事 然後呢我們這邊 在外面有接鎖傳送門 可以跑到比較遠的地方去 我們該先去這邊 然後往這邊佔領這個 可以產資源的 這會產生一些黃金 那我們在這邊釋放他 有沒有他就在這邊出現了 然後我就可以在這邊控制他 然後下去撿 啊這邊就可以加快我們的地圖成長 所以這遊戲前期就是趕快 賺到黃金 然後去解鎖一些設施比較重要吧 然後別點好像來了 哎我被打的好痛 這個 ai 就是很笨 他就是會直接朝地人那邊臉直接撞上去 然後你看我這些人就受傷受成這樣了 這個真是要玩家操控 ok 傷害很高 那需要點時間拉回血 好沒問題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也可以來強化一下 再增加點傷害啦 好已經加滿了耶 然後再加一點點 什麼呢 加點護甲 加一點護甲 加點再生 好哎再生 護甲多一點好了 這個 ok 現在護甲6點 再生有2 來 哎我好像看到下面好像有敵人來囉 我這邊可能要想辦法再召喚一些人 出來的 我一直沒有抽到這個吸引人 有盔甲的頭哎 一直沒有 ok 拆掉 再一下 耶 哎這個也沒有比較好哎 這算普通 算比較爛的 所以這個升級的這個圖紙 其實是有一些 呃稀有度 像這個人生一級就好爛哦 增加一好啊敵人來了 我要趕快叫人了啊 再叫一個吸引人好了 也是普通的組合 兩顆炸彈 哎炸彈 兩顆炸彈好像很強哎 雙手炸彈膜 這樣子怎麼樣呢 復活 哦手榴彈 這個有特殊組合 那這個傷害就不一樣了 所以有時候武器兩種組合在一起 好像也可以哦 那我要在這邊 釋放 蹦蹦炸爛炸爛 哈哈好的 我們先讓他去守 然後看一下這邊 這個遠方哦 讓他逛一下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看一下這邊 這一臺車是什麼 這臺車好像只是裝飾哎 沒有什麼用途 我們來看一下哦 我們的女妖 好像擦一些身體 他的手 沒有手啊 女妖的手沒有 獸人的好像也沒有 我們先叫一般的骷髏好了 那這邊呢 其實也可以兩隻手都拿盾牌 盾牌其實是有傷害的哦 他可以把敵人推開 然後防律率會比較高 那有時候就不會被 攻擊到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組合 來 兩隻骷髏疊在一起了 可以吧 你看他完全不會受傷 因為他防律率比較高 但就是 ai 笨笨的 快打這邊打這邊 來快快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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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一下我這邊 這邊我的 這裡還在拆我快拆完了 加油加油加油 好 那這個拆完之後呢 上面是不是又有事情了 哇慢慢靠近中 血肉的冰屋增加我們的生命值 這樣不錯哦 好那我看一下我這邊先解放他 然後哎我的吸引人是不是少一隻 對耶 大概是右上角那隻死掉了 哇 這個貓回家守城 哇 哎又過一天 來看一下沒有吸引人組合呢 啊這邊有吸血鬼的頭了 還有他的手 啊但是好像沒身體 所以這就是有時候就缺一個缺一個的 有點 麻煩 我們那個 女藥的手也都沒有拿到 還是只要普通吸引人了 幫我配一個長矛 好那這個吸引人防律只有8 我們看骷髏防律有20幾哦 那這個特色就是血多 然後移動速度算是蠻快的耶 好來哦先召喚 噔噔噔噔 哦恢復再加10 然後又加11的傷害 吸引人暫時 所以他算是把盾牌拿出來丟的感覺 好來 來來了吸引人夠夠 好等一下我們遠方的 其實有時候感覺不要攤太遠比較好哎 有時候太那麼遠反而危險 反而比較快遇到那些 強力的敵人們 然後他們通常都會追著點跑 然後就越跑越遠 你看我的吸引人全部都跑來這裡了 哦升級增加速度 好的 那這邊就 趕快回去嘍 所以這邊呢 有一些可以讓我們回家的設施吧 應該是我有一個法術傳送點 可以把骷髏傳回來 所以像是我 哇範圍只有這麼小哎 所以我像是 哎哎這樣就用掉了 我只是 要拉一下畫面 這樣就用掉了好 這個魔法 這要冷卻很久 那我們可能家裡要再蓋 那這個回歸設施呢 這有什麼用 完畢 哦 最後的拯救希望 這可能是我們 主線任務哦 這個 不知道可以幹嘛 等下再看看 這邊先組合一隻帶護甲的吸引人 那這個就沒有特組合 但他是雙長槍 可以吧雙長槍來 戳戳 傷害40 被打一下好痛 哦戳爛了 來 手承手承襪點 右上角點好多哦 由於他比較遠 他就一直招怪一直招怪過來 加速度 我這隻怎麼還活著 這是我們最早期的骷髏哎 他就活得這麼好 哇哦 好我們趕快想辦法處理 這邊找來哥布林的作法 這可以修理塔羅 我這個有點需要用我塔羅呢 要自然回血就要靠這個維修 那哇這敵人 怎麼這麼多 哇這個都是比較強敵人哎 我現在要想辦法換 強力的但 步驚都差一個 我現在吸血鬼差一個身體 好好想要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哦 那這邊呢我決定用回歸魔法 把它傳送回來 這樣子他可以傳一隻來兩隻啊 看一下 哎傳送回來了哦 有範圍的範圍的 我來控制一下 不然他直接衝到人家臉 哦很痛很痛很痛 我這個直接撞上血直接半條的 不太妙好的過一天 哇零件都還差一個 這都沒辦法去就是換零件之類的 就就就只能想辦法拿到看運氣 啊我的西人都 我西人怎麼都沒了 哎 死太快了吧 瞬間消失哎我的西人哇 哇敵人又來了好幾坡 好吧我們只能混搭了 一半的女妖先來一隻好了 哇跟他手手只有這個插一根手 哇好尷尬 手的話 只拿狼牙棒 那這樣子其實沒有很強哎 以這個女妖來說 比我們的西人還陸 哈哈長得超奇怪的 好來 就狼牙棒 傷害太低了 把推開 推開 哦又打完一個了 化肥大廳 哎是我們上面那個打哦 上面的拆完的也好快哦 那這個拆完 右邊還要再拆 不過我們現在守成 推開推開 ok ok 勉強可以 然後 這邊我還是要控制 快好像有新的部件了 有女妖 然後一般的女妖的組合 這上兩個翅膀 哎這是完整女妖 那我來試一下 不活 nice 啊他武器是這個 封叫什麼鋒刃的感覺 把推開哦你看這傷害哦 很強 這個傷害很強啊 啊不過敵人好像右邊也有人哎 哇右邊這裡有一個城 麻煩了 我們現在被四面八方的包圍了 哎等一下 我的女妖死光了 女妖 瞬間死光 啊 這哇 哇這個 ai 真的很笨 這遊戲就是 ai 實在太蠢了 那這邊來試做一個吸血鬼 雖然他沒有身體 但他有腳 蟹鬼比女妖還更強一點 啊可是我的身體怎麼辦呢 用吸人的身體嗎 只能這樣了 好像也沒有更好的了 復活吸血鬼 有尾巴的吸血鬼 好 吸血鬼的話攻擊是蝙蝠哦 這個傷害很高哦 範圍型的 但我還是要控不然會很蠢 哇下面有敵人哎 爸爸爸爸哇好強哦 哇你看 敵人瞬間死光 魔力吸滿滿 而且他射程蠻遠的 然後又是範圍的蠻好用的 啊這隻有boss哎 有一個很像施救獸的傢伙 哇我們對抗單一敵人就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這是範圍型的 哎我好像拿到這是什麼 獨眼巨人哎 更強的身體了 這邊我們來再叫一隻女妖出來 女妖打單體應該還算不錯 推開推開 推開推開 ok ok 可以可以可以打贏了打贏了 nice 哎呦得到一個新的部件 哦這個是拿兵劍的巨人 獨眼巨人跟巨人是一樣的嗎 兵劍哎 這裡哎我的女妖 女妖出事了 女妖撞到人啊 我吸血鬼快出事啊 完了女妖女妖要沒了 女妖不要不要 不要哈哈 啊笨 ai 好的哇這隻吸血鬼 太強了 太強了 哇這個打群體真的真的強 好我可以讓他去守家哇這裡有一波 等等等等家裡家裡 人跟不上跟不上 我這邊可以用魔法 看一下毒物魔法怎麼樣 周圍會有毒物 傷害10滴10滴10滴 完了完了 哇這個被拆好快啊 很痛 那個魔法還真弱 沒什麼用 好 不行我現在趕快招人出去哎 旁邊巢穴不拆的話 我會一直被圍攻 今天先叫一個炸彈 吸引人 然後來看一下哪邊要拆 哇這邊好像不只一個層哎 他右邊還有哇這什麼 更外圈還有哦哇 他都已經看到來這裡來了 誰啊就是你啊自己跑那麼遠 哎怎麼還活著 他跑這麼後面的地方居然還活著 也是很厲害 然後我的哎我看一下哦 要控一下哦 好忙哦這遊戲 到後面不控的話 根本打不贏 往回走一點啊我家我家我家 等一下啊我家要再招一隻人了 ok 這邊再來一隻吸血鬼 然後在這邊家裡 來哦 等一下我這隻要死了 我的炸彈兵 啊炸彈兵你不要啊 啊他這邊是不受控制區 完了他沒辦法控制了 他死定了 好啊我這隻 ok ok 這裡清掉了 哇 哇這邊有一個惡魔怪物哎 我這邊靈魂外面是什麼死靈區嗎 糟糕這個不好打 我這一坨敵人太多了 完了完了我家我家 我家剩下四個人了 啊我另外一隻骷髏哦 還在這邊閒晃哎好扯哦 等等哎 覺得不要逛那麼遠哎 但他好不受控哦 我看一下我的 這隻撐得住嗎 啊這只能在家裡守了 敵人量太誇張了 哎 只是我們的組合啊 哎好像有辦法囉 獨眼巨人組合 今天來和一個拿巨石的獨眼巨人 血量1000 哦這個很猛的樣子哦 的 工程獨立遊戲 哦這感覺工程很快耶 我要不要帶他去打成啊 好吧 我得叫他去工程 去 哦他怎麼哦他怎麼是 哦好大石頭哦 哎我的心血鬼要沒了 心血鬼 我下來呢 哎呀不是 不要 冷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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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我家我家 我家 他可不可以站在定位啊 好想他不要動 你就在城裡面不要動 有點困難 啊哇 這裡是不是無法控制區 完蛋 這個又又跑到危險區了 這邊可以合成一個鋼鐵的陰生女妖 這個比較強一點哦 完全體然後來守城 去吧 女妖女妖 女妖不要消失哎 好像還可以 啊只要撞到人了 哦哦女妖不錯哦 啊我的巨人一千血 說好的一千血怎麼死成這樣 哎女妖沒了 發生什麼事女妖消失 哎 太誇張了啦這個敵人太強了 哇這個爹有點強 等等哦我們要放個閃電魔法 等一下再放好了 先叫貓咪 然後這個巨人 要出事了哈哈 天啊 我們大概快不行了 好以後我們現在的狀態 再來 我們的一般的這個巨人呢 沒有他的頭哎 這個巨人呢是拿圖騰的 那另外一個是兵劍 圖騰加劍 那麻煩是他沒有頭 蟹鬼的頭其實有有攻擊能力的 可以帶有些部件還有能力 像是這個腿 這個腿有攻擊力的 你看看這邊就五種的攻擊方式 這個組合應該也不錯吧 是哈哈長得好奇怪 只是我們還是要手動 哦冰箭好 好帥哦 哇 太帥了吧 哇哇好強哦 好這也是要控 哈哈哈好大一把 抓他 哇猛的 哇然後近戰還有那個爪擊 哇但是點也太多了吧 爪哇 啊這個巨人好強哦 敵人又來了敵人又來了 不夠 我剩下一個人 這隻我還活著 他真的活得很好哎 哇右邊又一個 又一個城堡 好 我拆不掉啊 我連這個綠色區這個都還沒拆掉 結果扯的越來越高級了 那這應該會影響我們的 一些部件 所以就是應該是要多升級一點 來 哎哇長這樣 巨人再一隻哇斧頭的 哇哇 一個斧頭一個劍 有點帥 我看一下這個行不行 可以嗎可以嗎 哇敵人太多敵人太多 打不完打不完 蹦蹦 近戰有一個震動坡 圖騰震動坡 哇 這個點好強哦 哇那只死掉了 巨人少一隻 我看一下 呃這邊腿又少一隻 好希望他可以換零件哦 就不給換 來看一下我的女腰再一隻 所以我現在的女腰好像有點不夠力了 太太軟了 來控制女腰好了 女腰夠夠 抓 可以哦可以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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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這一波一波的我們也 清不完 抓抓 哎我的巨人 沒了 巨人又沒了 抓抓 好呀哎呀 不太妙啊我的城我的城 不太妙哎等一下 不行呢我這個打不出去 人手不足 哇這個敵人好強哦 我看一下哦 還可以教什麼 呃 女腰似乎還可以再一隻 加減轎 人手不夠了 這邊總是都有缺一些部件哦 有些腳就是特別少 那普通的女腰是很多 這邊可以造好多隻哦 都來吧 大樹 哇他這樹是 這麼大根哦 哦這個巨人很猛哎 那是個惡魔哇 全死光了等一下 閃電魔法 毒物魔法 貓咪 哇 哇這個樹轉一圈 好 我們現在這遊戲真的是缺乏對 ai 的指令 哇哈哈這個樹 哈哈哈很帥是很帥 但是一隻有點不夠 還有辦法再叫一隻嗎 我這邊還有一個樹人的手哎 魔力要沒了 對我都沒辦法打出去 這個腿太多了 燒一燒 召喚 我長的超奇怪 來吧 去把樹 兩根樹轉來轉去 我他要沒了 哈哈 沒了要沒了要沒了 哇 這遊戲還真難 不過他這就是要先 解鎖一些東西啦 先強化 設施主要先升級 所以像這個 我們這應該要升級這個 更強的 接下來要4000哦 他會生成傀儡的身體 所以應該上面還有一些更高級的 那這個咒語 可能要升級上去才強 這個傷害 說這前期沒啥用 然後這可以回血 這好像也不錯哎 可能要先買一下 然後這個圖紙可以收集到更高級的 也蠻需要的 那對好像還有些特殊遺物沒有找到 像這個眼睛也是遺物 然後這個蒸餾器也是地圖上撿到的 然後可能這櫃子還有東西吧 然後想辦法再解鎖 甚至他地下室會不會有東西 或是這個門外 還有沒有別的房間呢哦 之後玩下去才知道 那大概是這樣的遊戲啦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大家有興趣想要看下一集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